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区园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扭蛋机 首先呢,是光之美少女的 这个有蛋糕 还有锅,刀叉 还有冰淇淋 我们投两枚硬币 旋转大的旋钮 掉下来了 会拿到哪一个呢 接下来呢,是这个森贝尔家族的扭蛋 里面是一些非常迷你的甜品 看上去都很可爱 一共有五个种类 这个也是投两枚硬币 掉下来了 会是哪一个呢 最后是万圣节主题的宠物小精灵 也是有五个种类的 它们下面都带着南瓜 头两枚硬币 我们先来拆森贝尔这个小甜品 这个好像盖子 还有个小兔子形状的像饼干 我们看一下说明纸 集齐五个摆放起来呢,非常的可爱 五号是兔子形状的烤饼 四号也是兔子形状的马卡龙和去奇饼干 三号是兔子形状的蛋塔 二号是戚风蛋糕 一号是一些小杯子蛋糕 这五个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这里我们可以沿着虚线剪下来用来垫点心 那我们获得了一个盘子 兔子形状的蛋塔 还有一个小铲子 还有透明的塑料盖 上面还有个小兔子呢 这一套都非常精致 我们把蛋塔分给小兔子还有小松鼠吃吧 然后是万圣节的宠物小精灵扭蛋 非常可惜我们没有拿到皮卡丘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列其他的人物 有戴着南瓜帽的皮卡丘 还有拿着魔法棒的皮卡丘 这个长得和皮卡丘很像的是迷你Q 然后还有穿着熊 力气非常大 还有跟鬼 大家看跟鬼是紫色的 它的嘴巴宽宽的 笑得很阴险呢 然后它的背后呢 有凸起的刺 大家知道跟鬼有什么技能吗 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这个皮卡丘的扭蛋 是去年的万圣节抽到的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好了最后呢 我们来拆一下光之美少女的扭蛋 我们会拿到哪一套玩具呢 我们看到有个小铲子 还有一个新型的盘子 这里面还有一张贴纸 然后我们看一号是蛋糕 二号是冰淇淋 三号就是我们拿到的佩克林小蛋糕 四号这个和佩克林很像的是谁呢 我们把贴纸贴到盘子上 上面这两个贴纸 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紫色的扭蛋壳 可以拿来做锅 然后把这个五角形的把手扣上去 还有铲子 把贴纸贴上去 新型的非常漂亮 上面还有一个蛋糕的形状 还有一把小刀和叉子 然后是非常可爱的佩克林头像的小蛋糕 我们来把蛋糕热一下 把它喂给佩克林吃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扭蛋玩具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